原 天以不見為原 地以不形為原 人以心腹為原 人 要順應天意 定要逆天改名 原原學會 解開原機 我今天臨做節目之前 起了一個掛帳 其實我認為現在香港這個運動 可謂連銷帶打 為什麼呢 因為在社會運動的時候 很多商家已經在捱 捱到最後一滴血 覺得好像暫停舒緩了 不如一起迎接新年旺季 每個人都要吃飯 去玩 買東西 過完聖誕 過新年 叫做有些心跳 誰知道在年三十開始 疫症就很紅的衝過來 即是說如果你捱到第一滴 第二滴 看看能否捱到 在一個掛帳的意思就是 究竟這個疫症什麼時候結束呢 我就起了一個這樣的掛帳 很不幸運 這個掛帳就值得最快 你猜一下去到幾個月 但現在是二月了 通常坊間的說法是夏天一來 而且是夏天溫度星 這是最普遍的說法 我猜到六月了 最快是五月的應該 五月 這三個月還要捱下去 比想像中也不算好 如果六五月的話 但是現在很多人放沒有新價 或者整間公司接了 這些人都要生活 這幾個月他們又如何生活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亂世的時候 好好思考一下自己有什麼 抗這個不好的時勢的方法 所以我們站在術數或者宗教的角度 人去到比較無助的時候 應該要想一些方法去對應 其實有什麼方法呢 第一 如果你的命格 你找人算過命 你知道的 我欠火啊 這個時候你要做多些運動 多些出去跑步 跑步不會傳染到 那些人又不用錢 又對健康好 如果有些人說 不是的 我不是用火 我用水 有個師父陀說 一定要游水 現在這麼冷 那怎麼游呢 這個不能搞的 這個比較難的 但如果你說 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用火 還是用水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的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呢 有什麼方法 首先如果聽你這樣說 要知道自己不行 是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那怎麼辦呢 對 如果不知道就記得一件事 就是在你最無助的時候 拜一拜神 拜一個你相信的神 例如是什麼呢 比如說 在廣東人來說 比較多相信的是觀音 觀音的一個意思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夠苦夠難 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歡 在床頭那裡貼一張觀音的相片 其實我想十居其九 大家在成長的過程 看到很多人都試過這種方法 就是說 相傳 你在床頭貼一張觀音的相片 會辟邪的 就是鬼不敢過來 你睡覺的時候 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在我們的掛像 在逆學來說 如果以神佛來計 觀音是代表 你最苦的時候 它來滴一滴起你 它來幫幫你 所以 大家一定要記住 這件事是什麼呢 接下來 下個月 有觀音彈 應該在3月初的時候 3月12日 沒有這麼快 所以不用弄這麼多東西 但是你說 不是 我捱不到去3月12日 我明天就收信封了 那你乖乖乖 在星期六日去放一次觀音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最快捷 其實觀音廟也很多 去哪一個呢 最好去自己最接近的 去自己最接近的觀音廟 去一個願 這些 潮爆什麼話 就不會教的 他最多教你念的 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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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拜神也要知道怎麼拜 所以上來辦公室拜神就知道 你起鄉 起過住鄉 最好 那隻手在額頭附近 因為額頭這個 我們叫官位 官位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兩眉中間這一刻 我們叫命公 命公這個位置有火去做一做 你發射出去的訊號會比較容易 是 因為你想稟給神聽 我現在有什麼問題 我希望可以來幫幫我吧 這樣你就可以有一個意念出去 但有些人不是的 譬如我見你拜神 你可能在心口 一二三 搞定 這樣就不行 十句祈禱 是拜了定遠無拜 是 所以你一定有一個意念 好了 除了有意念 應該還有什麼呢 就是 你許的那個緣 要有一個承諾 即是說 如果我過了這一關 我之後再一定回來 多謝你 是 這樣就有來有往 這樣叫公道 其實 如果不是 總之我現在死了 你來救我 那通常不行 還有 通常會有些人 會說自己出生的時辰 這個不要緊 最重要是個名字 中文名字 一定要說出來 這樣會更正確 有些人說 其實是否要嘗香才開始品神 不是 手拿著香那一刻 你就要品神 其實大家都要想 幾千年文化 為什麼流傳下來是香呢 為什麼不是蠟燭呢 為什麼不是燒其他東西呢 有沒有人想過這件事 我相信比較少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古人 或者發明拜神儀式的人 一早已經知道 原來是香才能傳遞到他們的訊息 如果我只是點蠟燭 是傳遞不到 會否兩樣都要呢 那點蠟燭代表什麼呢 點蠟燭代表我要照亮這個位置 為什麼我要照亮這個位置呢 因為拜神是莊嚴的 拜神是 我尊敬你 我尊敬你這個神明 所以我敬一個香給你 或者我敬那個蠟燭給你 這是什麼意思 我尊敬你了 所以麻煩你 希望你聽我說話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其實拜觀音是最折衷的方法 剛剛師傅提供一個正確的拜觀音的方法 讓大家看見一些不太對勞 那份工作可能有點危機 那就可以去最近者的觀音廟才做這個動作 如果你說再想集中一點 如果你說觀音我也很少拜 又或者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就去我們的成功佛 麻煩你 有一幅畫 有一幅黃色的布 在東南亞的神佛來說 他的結構分得更仔細一點 假設 昆平代表成功 或者有一個說法代表風流 因為他有很多個老婆 昆平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將軍 是一個很厲害打仗的將軍 在現世人來說 就會認為 常常打仗打勝仗 就等於我做生意很成功 所以有一個說法 就是做生意的人 如果拜昆平就比較好 聽到他會不會像拜關公 好像在類似 有些做食肆或麻雀 那些做雀管 都很喜歡拜關公 對 其實他的意思是 關公是至陽至剛的意象 男性主導行業 通常放在關公 就是關公會看一些耳氣 明白 而昆平在東南亞來說 就是想成功 既然你想成功 所以就要在 接下來的財神誕 財神誕的照片 通勝 應該是2月19日 2月19日 就是這個財神誕 很多人就問我 喂 你又認識少少這些東南亞 你本身就是中式的術數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現在就想正式說一次 其實通勝已經幫你摘好日子 告訴你 什麼日子時辰 是適合做什麼 但他沒有特定給哪一個神 所以我們先運用最漂亮的日子 再去拜一些有幫助的神佛 就最好了 少師妹 這一天有什麼玄機 我看到是否金貴 金貴是說錢 金貴是說錢的 金貴是說錢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說做銷售的人 其實也很適合拜這個昆平 總之你要賺錢的人就可以拜昆平 普通文職 你做家庭主婦就沒什麼意思 對 不需要拜昆平 如果你說我做文職 但我都聞到味道 公司好像預備上一陣 就是什麼 拜禮 那就最好拜一拜 穩陣一點 也是補飯滿 對 可能性 沒錯 那天是滿一 滿一是好一 最重要的一點是 滿一下面的什麼字 滿一下面的什麼字 我看不到滿一在哪 滿就是中間的圈 等一下 我眼睛最近不太好 換一下面的就是雨水 你應該要換個副眼鏡 因為你找不到我滿在哪 我已經幫你圈了 在最底部 玩什麼最底部 對 玩什麼最底部 不好意思 看中間 雨水是一個很大的節氣 所謂二十四節氣 沒理由二十四個都這麼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四大節氣是什麼 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就代表陰陽交界 是 即是由那天開始就冷了 或者那天開始熱了 是 那有什麼重要呢 那天冷了關我什麼事呢 原來 你的八字如果你是記水 你一入到立冬 你就知道 哎 開始衰了 因為我記冬天 嗯 那如果立夏 我捱到去夏天 我就會好了 這樣 我用火 就是我起火 那雨水代表什麼呢 雨水呢 就代表立春之後的第一個節氣 即是說 春天 即是要播種的 春天是來耕作的 沒錯 春天是木很旺的 那木旺又關我什麼事呢 如果我是做會計的 或者負責在公司賣債的 那這個日子就關我的事了 嗯 因為呢 會坐旺了 雨水就是下雨 那所以呢 又會好一點 雖然我們集齊這三大好事 在這一天去拜神 那就好一點了 那怎樣拜呢 就可以開張武王子 對了 這個 這個我差點忘記了 忘記了說 那怎樣拜就是 首先 你報了名 你把你的心願寫在一張紙上 那張紙上 那張紙我們待會再出 這個蠟燭是代表你的 譬如小師妹 現在想 我寫下我的名字了 對 我想好一點 那一天 在我一個私家的地方 幫你點這個蠟燭 噢 剛才我們說過香火是品上去的 是 這個蠟燭就代表你 想求的東西 或者代表你的命水 就點著它 起碼燒過幾兩個小時 這個蠟燭 整件事很具體 還有一張紙 麻煩你 開個奏章 一張紙 黃色的 也是剛才那個將軍的樣子 這一張其實是一張符紙 這個符紙 背面我會寫了你的名字 你的年月日上去 如果我真的不在香港 我遙距代拜都可以 是可以的 好過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們有火 有火就重要很多 如果你說什麼都沒有 純粹代理祈禱我就有一點 保留 明白 先開回剛才那幅畫 那幅畫有一點 是想說 細節一點 那它怎樣打得勝仗呢 放大它 看不見到它肩膀上有什麼 小師妹 我不敢 好像是塔 塔旁邊那兩個是什麼 塔旁邊那兩個 是不是一些經文 對 這個就是整件事的靈魂所在 旁邊 這個就是符咒 符咒分很多種 我們中式廣東人 或者香港人最熟悉的 不是什麼 綠丁綠甲 急急如律令 斥斥令 那些東西 或者容皇太帝 太上老君 原來這個符咒 就是緬甸傳落你的經文 緬甸的一個古老的成功法 成功的法術 它就說什麼呢 原來這個咒語 是令我改變我的命運 令昆平可以來幫我 左右都是 只不過因為音一個樣 你會看到這些 我們那個奏章也有這個符咒 其實這張在哪裡來呢 這張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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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